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Loreena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台湾妈妈在秋冬一定会准备的料理 麻油鸡 只是呢我要用一式两道的方式来呈现 就是呢一部分我们做麻油鸡汤 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来做麻油鸡饭 让你可以一次准备就可以品尝到两道不一样的料理 那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材料需要准备吧 首先我们来煸姜油喔 这边有几个重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油温不能太高 所以我们转中小火 第二个就是姜片呢我们要切薄一点 比较容易煸香 再来呢就是我们一片一片下姜片 这样会煸的比较均匀 等到姜片煸到边边都卷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推到一边 这时候就可以下鸡肉了 那我们把鸡皮朝下喔 一块一块把鸡肉放进去 大概这个程度 你发现它已经有一半是变白 我们就可以翻面了喔 你看这鸡皮的颜色就被煸得很漂亮 好我们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下香菇来把它炒香 那我只有下香菇喔 香菇水我们留着等一下做麻油鸡饭的时候用 这时候你可以第一次先稍微的用盐巴调味 好那差不多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先舀一半出来 是等一下要做鸡汤的 好那锅里的这一半呢 我们要来炒那个麻油鸡饭 炒好之后才放到电子锅里面去煮 我们先下一半刚刚的骨类新鲜的锅喔 然后做油饭我个人非常喜欢要加的一个元素喔 就是油葱猪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性的加 我大概会加个一到两大匙 那炒香之后呢我们先来下酒 好那它香气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下我们洗干净沥干水的米了喔 然后再下刚刚的泡香菇水那剩下一半的水量 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试一下它的咸度 我们来试一下然后来调整一下 嗯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点盐吧 嗯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点盐吧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枸杞子 我们放下来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放到那个电子锅的内锅里面 好那我们再回来做后续的麻油鸡汤喔 那先开火把它加热一下下 锅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沿着锅园下米酒 那你可以选拌半酒水或者是全酒 稍微滚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下蘑菇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补足刚刚一半的水量喔 最后我们就来下一些红枣脆片 这可以增添汤头的甜味 汤再滚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用汤匙 稍微压一下这些食材 让它确保都在汤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盖锅盖炖煮20到30分钟 那如果你用的是土鸡腿可能时间就要久一点 为了让我们的麻油鸡饭呢 风味更浓郁喔 我们这边来煸一点姜油 那一样过热之后呢我们放入姜末 中小火煸炒到它金黄酥香就可以了 等到麻油鸡饭蒸好呢 我们稍微让它焖一下 5分钟之后呢我们加入大概一半的姜油拌匀 剩下的就是吃的时候一个人喜好去增加就可以 饭蒸好我们的汤也好咯 准备开动吧 开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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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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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